台阶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G7广岛峰会将迎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乌克兰官员证实 泽伦斯基将亲自出席G7广岛峰会 预计在周六晚间抵达 周日与G7的领袖来举行会谈 访问日本前他中途将会先停留在上欧底阿拉伯 再搭乘西方提供的专机飞往广岛 预料这次会再度的要求欧美阵营提供战机 就在这个时候也传出 美国表态不会再阻挡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美制F16战机 势必会让计划反攻的乌克兰感到相当振奋 战争越到关键时刻 泽伦斯基的魅力攻势也越大胆 亲自飞到广岛出席G7 已经获得自家官员证实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 泽伦斯基19号搭机出发前往第一站沙鲁地阿拉伯 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 再搭乘西方国家提供的专机飞往日本 预计周六晚间抵达 并在周日出席峰会 这将创下开战以来 泽伦斯基首度访问亚洲 也是他最远的海外出访 风险极高 大大增加日本政府的危安挑战 泽伦斯基人还没有到 已经成了今年G7的最大焦点 才结束密集访欧 获得新一波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预料在日本还会再要求提供战机 这时传出美国开出关键绿灯 表示不会阻挡盟国 向乌克兰提供美制F-16战机 原乌战机行动 目前已因和两国最积极 期盼协助乌军在反空中 夺回更多师徒 G7首日也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 包括限制俄国钻石 以及多种金属贸易 进一步打击普廷的战争机器 张力德兵毅